很多的话我能说老花姨鸡蛋壳氧化有什么作用 你要听实话还是听假话 其实没什么作用的 你要明白鸡蛋壳里边有啥 就像咱们 你正常在地上看到的石头底 差不多 他没有那么容易说是被植物分解啊吸收 他要那么霸气的话 找升天了 你看我跟话没说啊不是说 不建议大家是可以 你找个这种桶啊 你把你那些个出鱼垃圾 或者是你自己不用的一些个 鸡蛋壳鱼肠之类的你这样熬油记得盖上盖 但是别爆炸了就行了 在在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 地方就是一个老太太的鱼鱼肠 你给给给给这个爆炸了弄到楼道里面凑空的 人都投诉的 明白了吗可以哦 发酵的话 你你你这样吧我觉得你们都不如起电动车你看到农村 或者到养猪场旁边找那粪空 从那里面弄点东西来的实在 那玩意养分营养还高你鸡蛋壳 之类的东西也是 你那种在发酵一下 不能直接吃掉不能直接吸收利用 你要是没那种条件的话 有咱就有什么说什么 老花仪本身就卖肥的 咱卖的这一个组合整整三大瓶 你看这个叫缓湿肥基本够用了这个来补充当追肥 你像什么 你那鸡蛋壳的一些粪肥这个都可以替代 29块9这么一套 当然了也有大桶的大桶的是 6公斤才100来块钱 6公斤 你有个一亩地的小花园我估计 你一次也用不完 你研究那干啥呀 我们大朋友里面从来不恶肥 我们都是买现成的肥料 你养的花多了 买肥料更省心 就像我们家里面 现在五口日 我们很少蒸馒头 都是买点米饭自己蒸蒸 或者是 买点现成的馒头 谁还从 啊 和面 发面 蒸馒头 那个 那个步骤不麻烦嘛 花园 不是没作用 是有 但是花园没那个必要 你有那个工作 你出去讲两块 比如你购买肥料的 绝不设计点关注 我是老花园 眼花最惹意 白了 嘿嘿 嘻嘻